虽然这的确是因为杨超越本身的五官就已经非常的优越,但是也离不开传统民族风造型对于整个人的气质加成,那种传统文化的美才是最引人入胜的。 杨超越身上穿着的传统民族风造型的衣裙是以苗族为原型的,因此有一种苗娇女子的优雅和聪慧感,宝蓝色和紫红色的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对比和冲击,不仅把杨超越的皮肤衬托得白皙红润,还带有一种特殊的神秘民族色彩。 若是想要打造和杨超越同款的传统民族风造型,也可以从长世苗族的衣裙开始,因为主要是以蓝色系为主,所以不像其他民族的衣服那么显黑,给人的感觉也更多的是低调和沉稳,对于普通的女孩子而言更容易驾驭。 同时,服装上所点缀的紫红色纹样也在很大程度上,丰富了整个造型的华丽感,在朴实之中,又蕴含着精致感。 经典的苗族花纹,则是传统民族风造型中的另一大重点,精细的绣花带有少女的活泼与俏皮,最适合不过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女孩子穿着。 如果要说传统民族风造型中,最让人震撼和吸引人眼球的,那必须还是传统的苗族银饰,杨超越的脖子上,戴着最经典的苗族银饰,耳朵上也是同样风格的耳环,银饰闪亮的光泽,为整个造型增加了不少的华丽度,显得人明媚又张扬, 在打造传统民族风造型的时候,一定要着重突出仪式的存在感,服装可以尽可能的简化一些,但是搭配的饰品必须要精致,只要在饰品的设计上更加精美即可,除了脖子上的大颈圈之外,还可以增加耳环,手镯等等类似风格的饰品,在其中夹杂边发的设计,可以一下子让整个发型变得亮点十足。 好了,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,不知道大家是否也被杨超越的民族风造型经验了呢? 感谢观看